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葛誠 我今年27歲 身高174公分 體重65公斤 謝謝大家 是的 搭配上左右兩邊這兩張 我膠原蛋白滿滿的照片呢 就是我一個試鏡演員的日常啦 怕大家有人不認識我 所以我簡單做一個過去作品的介紹 我在2016年的時候呢 開始拍廣告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開始接觸電視劇跟電影 其中大家比較熟知的作品應該是電影《女鬼橋》 就是被喊Siri那個然後第一個死掉那個 然後電視劇的話呢 就是《未來媽媽》 王牌辯護人 若是一個人 堂堂Online等等的 也有很多人呢 可能是在廣告上面認識我的 像是最近打得很兇的《多利多姿》啊 或者是《貴格賣片》 簡單來說呢 我就是一個還在努力的新人演員 好 回到剛剛講的試鏡日常這件事情 我們演員啊 通常是到試鏡間之後 然後我們依據拿到的腳本的不同 去演繹各種不同的狀態 角色 或者是情緒 然後在角色的部分呢 我可能會需要演繹的是一個電競選手 或者是女裝癖 甚至是蛋黃哥 然後在狀態的部分呢 我有時候可能要演的是一個生病的人 或是一個易怒的人 又或者是一個被罵垃圾一樣樂觀的人 好啦 這個是我精簡派的啊 不可能有人演這種人啊 好啦 總之呢 你們剛剛看到這些照片啊 其實就可以知道啊 我們演員這個職業是必須要透過自身去演繹各種不同的面向 或者是人物嘛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說 演員或者是藝人這樣的職業啊 從業者本人呢 就是商品 那商品經過包裝之後就會 啪啪啪 是不是 看起來很完美 那既然這個商品這麼完美呢 是不是 大家都會去檢視它的行為 思想跟舉止嘛 所有可能政治不正確的表態啊 或者是言行 都可能會折損掉我們的商品價值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們演員陷入了一個負面的情緒的循環 或者是低潮的時候 我問各位 你們覺得該怎麼樣去妥善處理這些情緒 然後不會讓我們做出一些脫序的行為 導致我們被貼上負面標籤呢 啊 正合我意 真是沒有人回答我 我就可以往下講 從我自己本身講起 我自己呢 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理性的人 所以我從小到大基本上 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夠透過自己的解讀 自己的分析 把自己從困境中拖出來嘛 那這個過程也不會有太不舒服的感覺 不會好像說 因為我是演員 所以我一定要非常樂觀什麼的 就是很自然就代謝掉了 就因為我是演員的關係 我突然發現 我不能這麼理性 因為演員是非常非常需要感性的工作嘛 你唯有感性呢 你才能夠跟角色共感 並且活在那個角色的當下 那個表演才會動人 所以呢 提升我感知情緒的能力就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在我這個調適的過程 我發現 嗯 不管你再怎麼理性啊 其實情緒都是沒辦法控制的 好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啊 在表演方法裡面 有一個技巧呢 叫做情緒記憶 這個情緒記憶也就是我們演員呢 透過去去回憶過去那些 比較強烈情緒或是感覺的那個場景或事件 然後我們把那個情緒提取出來 運用到角色上面的一種方式嘛 那我那時候也在練習這種方式 練習的時候我在覺察情緒的這個過程 我給他取了一個有點小裝逼的名字 叫做情緒覺察 就是倒過來而已 好 這個名詞呢 這個名詞的意思簡單來說就是 當我在產生那些強烈情緒的當下 會有一個小天使 跳出來說 哦 這個情緒很重要 你要把它記起來哦 以後演戲可能會用到 我舉個例子 例如我跟朋友在吵架 然後我很生氣 我氣得呀呀呀的時候 小天使會跳出來說 哇 你現在氣得在發抖 快點把這個情緒記下來 你以後演生氣的時候可能會用到 又或者是 我今天我面臨生理死別 我很難過 哭得肝腸寸斷的時候 小天使也會跳出來說 哇 你怎麼哭成這樣啊 你眼淚流好多 快點把眼淚擦掉 然後把這個感覺記下來 這樣你以後演哭泣的時候就會用到 再不然就是我現在在你的面前 我放了一個大響屁 然後超級丟臉 超級尷尬 我想挖一個洞 把自己埋起來的時候 小天使會跳出來說 不用躲了啦 大家都聽到了啦 就知道是你放屁了啦 很尷尬 很糗吧 把這個感覺記下來 以後演戲可能會用到 就是這麼病態 所以呢 其實這個小天使很煩 他嘴巴也很賤 但說真的 我從當演員到現在 這個小天使就一直出現在我腦海裡 雖然我很討厭他 不過我必須說 他其實有他的好處 他可以提醒我記得每一個情緒的當下 好 說到負面情緒這個東西 我在22歲那一年 我剛從事演員工作的第一年 我爸爸呢 因為他喝酒 然後配上安眠藥 他在睡前就抽煙 結果那個煙呢 不小心煙滴就掉到棉被上面 他睡著了 完全沒有知覺 然後煙就燒到棉被 然後變成悶燒 然後到最後一個晚上的時間 他因為一氧化碳中毒就離世了 然後就那一個晚上 我成了這個家唯一的主人 然後也因為我媽媽年紀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我也成了這個家的經濟重擔 就我必須背負這個家的很多問題就對了 那個時候我根本沒有辦法難過 我必須要 我們要搬家找房子 然後還要處理爸爸的傷障事宜 甚至是我還要去跑公務機關辦手續 回家之後呢 我還要面對我走不出傷痛的媽媽 我只能告訴她說 沒事 我還在 這件事情我都可以處理 我唯一可以釋放情緒的時間啊 其實就是我在騎車往返這些地點的路途上 我在安全帽裡面大哭大叫 然後聽著音樂 很煽情 很常嚇到別人 可是我必須說 那個是我唯一一個可以真正的放鬆 跟排解自己情緒的時間 我大概有三個月的時間吧 我是完全不知道我日子在過什麼的 可是後來也因為有那個被負面情緒籠罩的三個月啊 我回頭想想才發現 欸 其實所有問題我都處理完了嘛 然後我現在依然很正常在過生活 一樣在追夢 我並沒有因為這個哀傷 所謂哀傷這樣負面的情緒 讓我自己做出什麼不好的行為 那時候我意味到了一件事情 其實當你沒辦法選擇 你要不要面對挫折的時候 因為你只能面對的時候 人通常都比你自己想像中的還要強大 還要勇敢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我體認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說 情緒沒有正負面 行為才有 從古至今啊 其實大家都告訴我們說 面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嘛 但是說真的 逃避有這麼不好嗎 在我身為新人演員這個階段啊 我們試鏡上的角色 被選擇或是被汰換 是很稀鬆平常不過的事 我記得我第一次試鏡上的角色被換掉的時候 哇 難過大概整整一個月吧 那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我就每天怨天尤人啊 我覺得天啊 這個圈子也太黑暗了吧 我這麼純潔的靈魂 怎麼可以在這個圈子裡面被玷污 然後後來我又遇到了第二次 第三次 每一次的結果都是 嗯 我上了角色 然後被換掉 可是每一次的理由都不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理由的部分 第一個理由是他們說 我的外型跟角色不符合 所以往後的每一個視鏡呢 我就盡量在自己的外型上面做調整嘛 我盡量的去改變自己的穿著 個性 或者是外在條件 盡量去跟這個角色匹配 後來第二個理由是他們說 我不夠有名 我沒有知名度 所以後來我做的調整就是 我盡力的累積自己的作品 我盡量的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我希望至少在業界裡面 會有人知道說 哦 有一個演員叫葛城 我可以用他 後來最近 最近的一次 他們跟我講說 哦 資方想要塞自己的人 然後我想說 資方要塞自己的 好 那我要做什麼改變呢 哦 氣到我直接投個一千萬給他 那不可能嘛 我如果有錢投一千萬 你們怎麼可能還不認識我 我跟就要拍商業大片了 我還需要在那邊自我介紹嘛 所以結果我後來發現 哦 我承受的是這些非戰之罪的時候 我發現我其實好像沒有那麼難過 沒有那麼在意了 因為我發現我經歷了這樣相同的情緒 或是事件越來越多次的時候啊 我面對挫折的抗性也就越高 這個過程呢 我稱為轉念 很像宗教節目 好 轉念呢 其實是需要時間過程的嘛 我們人呀 又不是機器人 不是說我在輸入一個什麼東西 叫你往好處想啊 你很棒啊 我們就真的可以往好處想 如果真的這麼容易的話 那我們還需要醫生呢 還需要諮詢師 還需要朋友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解釋一下 我口中的轉念是什麼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PTT 我用先做了一個小動畫 所謂的真正當事人能不能夠轉念的呢 需要的如果是 需要的如果是 時間跟精力去覺察跟感悟的話 那時間跟精力是不是就是關鍵 如果它是關鍵的話 那不管選擇面對 或者是逃避 時間不都會繼續走嗎 然後我們不是還是會一樣 在經歷各種不同的事情嗎 所以說真的 為什麼逃避會不好 我們也可以選擇逃避啊 如果當我今天 我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的時候 我也可以什麼都不做 我找朋友喝酒聊天 我去旅行 去放鬆 多好啊 又沒有壓力 所以我想講的是 其實逃避這件事情啊 你只要感覺你是 我救爛這個狀態的話 其實很舒服啊 只要你在自己知道 你自己沒有危機生命安全 跟你大腦沒有生病的情況下 其實不管你做什麼都可以 但當然啦 我要講的是 如果說你發現 欸 你自己好像已經 逃脫不出這個負面情緒啊 你每天都在否定自己 甚至你有那 咿咿咿咿 這種念頭的話 拉小提琴啊 這種念頭的話 你就要去尋求專業的醫師嘛 就是這個就不在我今天 跟大家討論的範疇裡面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啊 其實啊 面對一直都是大家告訴我們 在解決問題的時候的最好的方法嘛 可是說真的 其實往往讓我們最痛苦的啊 就是你在選擇面對的時候 你要不斷的經歷 振作跟墮落的這個過程 那可能的結果就會是 你會開始否定自己覺得 為什麼連自己的情緒都控制不好 為什麼我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很煩 那最後你就陷入一個負面的循環 可是相較來說 逃避是不是很爽 我講的逃避是意念上的逃避喔 也就是說 當我們能夠真正接受自己釋放情緒的樣子 那個釋放才會是有用的嘛 我們既然都不能控制情緒的產生 那為什麼情緒產生的時候 我們不能選擇 陷入在情緒裡面 等待時間幫我們代謝掉一點之後 我們再振作起來也不遲啊 對吧 很多人都說 電影就像人生一樣嘛 但是電影這個東西 不是有很多空景或者是留白嗎 空景或者是留白的用意 其實就是讓觀眾去沉澱或者是思考 所以留白其實就是讓觀眾喘息的時間嘛 在這個所有人都追隨自我成長的時代 每個人都要追求更高的成就 我們都害怕被超前 我們害怕停下腳步就被淘汰 但是對於我們演員而言啊 等待 是演員一輩子最大的課題 我們總在等待一個機會 等待一個角色 等待一個博樂 所以我總把它想成 嗯 我是在游一場長泳 在游泳的時候 我總會需要換氣吧 那在換氣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並沒有停下來啊 你還是繼續的再往前游 你還是繼續的再往你的夢想前進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逃避怎麼會不好 逃避就是給自己一個留白的機會嘛 而留白又何嘗不是成長的一種方式呢 最後呢 我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內容 能夠獻給下一次在面對挫折 或者是煩惱的你 給自己一次勇氣 選擇逃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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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